赵美是一个智慧不足的人 我跟许多人一样 进入超码是遇到了我们一个生命上的关卡 有了困境 所以在因缘忌讳之下进入超码 我是在医院做志工回家的路上 收到了一本《疗愈权力》 这本书我非常地喜欢 也拿过好几次 那一次大概是因为我心情非常地低落 因为我的儿子 他在台大医学院的研究所博士班资格考通过了 可是他崩溃了 他没有办法继续完成论文 他也不想活 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地低落 我在路上碰到 碰到发书的超码家人 剑云姐 我跟他通常我拿的书就会走 可是那天心情太差了 因为自己的宝贝儿子 那是我的肚子 他不要活了 所以我就在马路上 跟一个陌生人就聊起来了 那我的先影人剑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就很有耐心地引导我 然后留下了一些联络的LINE 然后呢 我就开始慢慢地跟着他 参加了很多超码的一些学习活动 那因为应该这样讲 自己还有家人 在当时我们那个年代 因为我现在快70岁了 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们毕业了 我们通常会有两三个工作让你选 我跟先生的运气很好 我们在工作上一路都算顺利 两个人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困难 然后也不了解 那个每一个人的性向喜好 或各方面的不同 就觉得 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毕业了就找工作 找工作就赚钱 赚钱就结婚就生子 就一路就是没有很大的困难 就这样走下来 然后也不懂得说 我真的是一个不懂爱的人 我觉得说我就是父母亲 我对你最好 我给你最好的安排 给你最好的设想 提供最好的资源 可是我不了解 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不是我们的一个影子 所以孩子很乖 很孝顺很听话 所以他一直跟着我们的安排走 可是对他来讲 是长期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痛苦 他在通过资格考以后崩溃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只有想到自己 孩子的成员就是我的荣耀 可是我从来不知道 那可能是他很大的压力跟痛苦 然后我进来超码以后 因为我是一个做一个小老板 所以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对别人所说的话都存疑 我进来的时候对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 非常的喜欢 可是在运作的模式或者是互动的方式 都跟我的个性不合 所以我在这里晃荡了两年 一直每次都是在好像心里在一直抗拒跟防驳 可是很奇怪 我就是没有离开他 一直到因缘忌讳下 我替天原文化做一些外围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志工的工作 在这里接触到导师跟颖院长 我发现这两位领导人 没有日没有夜 而且不是一天是长期 我那时候真的是深受感动 我想说如果是我我会这样吗 我愿意这样为了别人做这样的长期付出 那时候我就静下来想 我应该好好学习了解 这超级生命密码真正的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然后我就开始在这里 就开启了学习 我发现第一个爱跟感恩 爱对我来讲是空白的 我的爱非常的自私 都是从自己出发 我要求 我认为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 你应该达到我的标准 才有资格得到我的爱 这个通通都是错误的 我觉得我在这里学习 得到最大礼物的是我 是我个人 我在这里就是展开了这个各式各方面的一些学习 然后我开始学会什么是爱 爱就是无条件的要接受对方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不是何条件才能得到你的爱 那我很幼稚 然后我现在我曾经跟孩子的关系 因为他认为我不爱他 我想可能是我做的不好 他那段时间呢 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按门铃 按半个小时 他的摩托车站 他的门环锁 因为那个房子我有钥匙 他凡凡 他不敢门 那个时候就是他随时想到去死 这很痛苦 我是从这里慢慢的在超马学学习 然后走出来 然后现在呢 是跟孩子开始建立信任的关系 然后开始让他感觉到 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妈妈 可是我不是一个没有爱的妈妈 每一个人我要分享的就是 我在这里学到了非常多 爱跟感恩 让我的生命的本质完全改变 原来我是一个很物化的人 我的这个灵性成长方面是非常的不成熟 而且非常的应该讲是弱智的 那我在这里进来的时候呢 当然刚开始就是 就是解决我自己的欲望 私欲 我只想解决我孩子的问题 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脱离这个 还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还是没有脱离一个自我的欲望 然后呢 他们说你要这个发心啊什么什么 我都做 能做到我尽量做 那我确实也看到一些 很特别的一些现象 听说我在后院啊 哭枝 是我要丢掉的 那已经哭很久了 我可以在短短的十几天看到他发芽 二十天看到他开花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也在我看电视的时候 我电视机上出现四分之一 到那个大小像书本一样的彩虹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礼物吗 那当时我认为这是礼物 那我要停车位 看到没有 看到有一个人在我前面停下去 啊想说怎么这么运气不好 我再绕一圈回来 那个人奇怪了 他才停 他还没停好 人没下车 他又开走了 那位置就给我了 如果这是礼物吗 也许 当然最重要的是 孩子从拒绝开门想自杀 然后我不断的就是 按照老师的方法做心法 然后祝福他 然后做玫瑰心法 我做玫瑰心法 说孩子有一天 他主动打电话回来 告诉我说 他想回家 跟我们一起吃饭 那是非常大的感动 然后呢 接下来 他想死的这个念头 就很奇怪 就慢慢淡去了 性情也开始变得欢和 他常常回来 然后我们夫妻相处呢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为以前我讲话就是很尖锐的 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小老板 就好像是可以掌控别人 所以从来没有同理心 那所以跟家人相处是非常尖锐对立的 然后呢 可是我在这里上得香园 然后做心法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突然回首 发现我们好久没有吵架 我们有一年多 而且每天都笑眯眯的 我觉得这个 是礼物吗 是 这是礼物 然后有一个我自己认为很大的礼物 就是三条命 第一个就是我儿子不想死 然后他开始计划他自己想走的路 他说他要学程式组 程式设计师 然后他开始学习 然后我觉得天地给了我这个很大的礼物 第二个礼物是我自己 有一次我在星期天早上过马路的时候呢 早上七点 我到Seven去付那个 那个我们那个实作课程的票 出来以后呢 十明明的路灯啊 早上又没有车 然后我就走在斑马线上 突然之间 有一部车从一个巷子里面冲出来 没有声音 他突然停在我旁边 跟我只差大概一两公分的距离 突然停了 那时候我好像是就恍神 然后想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很清楚 我真的很清楚 这条命是天地给 他只要差这么一点点 我就飞了 一定飞起来了 第二条 第三条是我的眼神 是前一阵子就是COVID-19的时候 咳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呢 他没有办法停 我害怕 我吓死了 因为整个点什么都变 我突然一个念头跟太阳公公讲 且太阳公公照下一个金光 做一个结界保护他 不要让他出状况 他很神奇 大概一两分钟 他慢慢慢慢就停止了咳嗽 我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明白 这个不是普通的状况 我觉得我在这里努力 太阳公公有给我礼物 但是我真正看到的礼物 是我自己灵命开始学习成长 以前像老师说 老师说写心得 我没有办法写心得 因为我觉得我很好啊 我哪里不对 我哪里要反省 我都看到别人的问题 那是我最大的问题 我就是非常的去尖锐 去审视每一个人 这个人做这个不对 这个人的念头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个能力我好像很强 可是我从来没有会静下心来 看自己的问题 那我在这里修 我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成果 可是我就是每天做刑法 我发现 不知不觉中 我心平静下来了 我开始可以感觉到 有能量的灌注那种感觉 因为手会胀胀麻麻的 然后我开始觉得 我心静下来以后 我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 开始好像 智慧有被打开的感觉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不停的学习 不停的修正 现在我每天我只要一个动作 一个念头出来 我马上就看到我念头 后面的那个念头 真正的念头是什么 而不是挡在前面的那个借口 看到原来我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原来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我开始看到了问题 不停的看到 然后开始修正 然后我就发现 我生活中 跟每一个人的互动 跟每一个家人 每一个朋友 每件事情 都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我才了解 什么叫做礼物收不完 因为 这都不是 你想的 你觉得说 应该不会这样 它就是 静就会变到很顺利 我现在才理解 有的时候 我们都是有困难 有障碍 或者是有 有关卡 很多人 接触的草码 可是我现在慢慢发现 最大的礼物 就是自我成长 当我们自我成长的时候 我们对别人来讲 不会伤害别人 对别人来讲 也是个礼物 当我们自己成长到 我们自己的能量场 很平稳 很和谐的时候 别人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 把自己做好 把自己修好 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 所以我 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其实 就是 我看到了 所有的问题 都是 从我出 衍生出来的 我现在知道 原来 我必须要从我自己 开始清理 修正 我清理 我修正 我才能够把 爱跟感恩 融入我自己的生命里面 当我有爱跟感恩的时候 我发现 我周围的世界 是不一样的 非常的和谐 非常的快乐 现在 所有的人 跟我的互动 都让我觉得是 非常的满意的 我很希望我的孩子 接下来 因为他准备要开始找工作 希望他是顺利的 可是我现在也知道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因果在 我只要好好爱他 祝福他 不要要求他 不要给他压力 让他自己按着他生命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成长 那心里一直在默默期许的就是 超马的爱跟感恩 反求租集 燦火发跃 利涛 这些非常好的东西 能够请太阳公公送给他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 我也希望他成为一个 有爱的超马人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